假如斯里罗选择退役 那么他的姐姐一定要背锅 梅西和斯里罗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这曾是巴萨对内的共识 梅西甚至算不上巴萨历史天赋最强的球员 因为17岁的西巴拉天才博洋 曾把梅西秀到头皮一发麻 以至于当时的西巴拉媒体都高呼 如果博洋最终没能超越梅西 那必然是西巴拉足球的悲哀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博洋非但没有在巴萨成王 如今只有33岁就选择退役 反观梅西却成为了当代的球王 道理很简单 为了巴萨 他可以放弃进球 为之后一道中场串联全队 为了阿根廷拿到世界杯冠军 他会在输球后 主动向媒体说道 是我的失误让全队输了球 在拿下八座金球奖后 梅西甚至会说 我这辈子都没想到过会达成如此成就 反过斯罗得奖时会说道 我配得上这座奖杯 难怪有球迷调侃 斯罗总在追逐金球奖 可金球奖却在偏偏追逐梅西 效力曼联后期 斯罗和他的姐姐 才会炮轰老东家 或许真的是因为性格 才让梅西斯罗两人拉开了差距